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又回來了 大家好,我叫Martin,你也可以叫蘇文中,這是我本名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在 等一下會慢慢講,原有的這個 無形的禮物的整個來龍去脈的樣子 好,那先從開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從哪裡來這個奇怪的點叫無形的禮物 其實那時候在當替代儀,在台北市政府 在台北市政府當替代儀,那時候剛進去很菜 然後公務員就說大家來玩一個聖誕節快到了 大家來一個聖誕節的禮物交換好了 然後我想說,好,大家都不認識嘛,尷尬不能拒絕,就參加了 對,然後後來參加之後就很懶惱,想說完了 全都是不認識公務員,然後年紀大了很多 還有雙三四杯那種數字 對,那要送什麼都不知道 那因為可能是因為之前在環保的一些團體 或是活動代過的,所以覺得說實在不想買個東西 搞到最後會變成垃圾,然後寫卡片什麼 你可以看就像這樣子,一堆包裝紙什麼等等的 覺得很討厭,那想說有沒有辦法可以代替這個狀況 那我就想說到底買什麼東西不會到這個地方 就那個堆肥廠,那個也白場這樣子 對對對,後來想也不對喔,其實在台灣好像應該是 比較多跑到這個地方啦,就燒掉這樣子,對對對 那就很懊惱啊,不過後來就突然一經一動 想到之前在公司做臉書貼文的時候 貼到一個在推廣一個情人節的一個構思 那時候就說,那如果這個情人節 你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就說你跟你的情人不要單純說送他一朵花 或買一個什麼耳機給他 你可以就是單純陪他看電影 或陪他深散步 或陪他一起去運動,參加個舞蹈比 那個課程等等之類的方式去代替 當然因為這是我們公司嘛 所以之後又講到商業行為說 如果你真的要買東西 我還是可以來我們這邊買環保產品 對,那我想說 那不然我之前做過這種貼文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真的做個嘗試 所以就想說 那不然來試試看 送一個體驗的禮物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當時的禮物 我就把這一大段話 講簡單一點就是說 我給 收到我這禮物的人一個捐款的機會 然後我把這個點子 寫下來 其實打字打起來 作為一個問卷網址 讓他可以選不同的環保組織也好 動保組織也好 上面應該沒有詞記啦 這應該OK 然後這邊 就是讓那個收到禮物的人選 他想說就到那裡去 然後我把他印出來 直升一個紙飛機 這就是我的禮物 那天就很尷尬 因為大家都弄一包一包禮物 只有我放個紙飛機那邊 我就開始聽到 有一個公務員在那邊閒了 所以我就很害怕 對 不過後來收到禮物的人 還算能接受這個點子 他就很高興 讓他找到一個 就是稍微不太一樣的東西 又不是一個物質的東西這樣子 對 那 講了那麼多 到底有沒有實際應用呢 我後來就只是想說 只是一次性的東西 就這樣結束了 可是剛好那時候看到一個 環保團體 在台灣的環保團體 辦了一個活動 叫地球行動家 就知道你要做一個 比較確切的行動 然後對地球有幫助這樣 那不然 我來做一個網頁 或是創一個臉書 然後尋找這個理念 好看有沒有其他 有興趣的人 想要一起吃吃看 這個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創了這個網頁 你們等一下可以掃QR這樣子 對 那我就簡單做個定義 就是說 這個無形的禮物的概念 基本上其實就是一個 當你在想要送禮物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每次想到 都是一個物件 都是一個事物的東西 那我是想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就是說 當你今天要送禮物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送一些 比較平常體驗性的 就像剛剛有人講 要去看戲 這樣這種東西 或是去看演唱會 都是比較像你自己 要自己去體驗 或甚至你自己本人 跟收到禮物的人 一起做的事情 去爬山啊 或是做一些事情 並不是說 今天給你一個東西 就結束了這樣子 那簡單來說 就是以這個架構 再去下面去推廣 然後我自己在 演習上面有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範例 那也覺得上面寫東西 也是 有些朋友他們真的 有把這些當作禮物 送出去的一些經驗 那我上面做了一個清單 讓大家可以拿來用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送禮物 可是你真的想不到 那你又想要做 試試看一個 無星的禮物的嘗試 那你可以到 這邊去尋找一些 一些點子 對 那這個是之前會玩的 一個遊戲啊 只是現在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 不讓你們玩 我自己玩 然後大家在這邊講一下 對 然後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要送一個禮物 給一個對象 他很喜歡照相 那我們就想說 那到底要送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 簡單來講 大家會想要說 那不然送相機好了 可是當你在想要送一個 物質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必須想要 從它的製造 使用過程 這到丟棄 這一路下來會耗了多少的能源 跟資源 這方面的事情 是大部分人不會想到的 那 當時做的時候 就是想要避免這個狀況 所以 所以 到這個範例的時候 那如果要送相機 可是 又會有這麼多負面的一些 物質上面的影響 我會污染等等的 要做什麼其他事情才好呢 這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自己懷疑自己問題 所以 如果可以以 無形的禮物代替的話 那會不會變成是說 我今天是陪這個 喜歡照相的朋友 一直去看個影展 或是真的是 我陪他去照相好了 或是 可能 不是用在我身上 不過如果是 一個妹的話 可能可以陪他照相 我可以讓他照相 等等之類的 對不對 就變成一些比較 體驗式的東西 並不是說 他喜歡照相機 就送他相機相關的產品 就結束了 那 在做這個 整個專案的一個 路程上 我發現一個 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 不只是單純是 對於環保方面 這方面的一些 可能一些小貢獻 因為試圖去 不要買那麼多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 我就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體驗也好 跟人的聊天也好 或是在網路上 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都覺得說 好像 東西 或許拿到比較少了 體驗變多 好像是對我們的生活 也變得比較快樂 所以 那時候就 在網路上看一些 別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 如果可以選的話 是不是應該選擇 與人陪伴的時間 多於 東西 那 是不是應該去多追求 人員的陪伴 去生活 而不是去追求 物質上面一些 一些物品 這樣子 那 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不然我 我也來跟大家 互動一下 搜尋一些資訊好了 所以我想說 嗯 就這樣再想問大家 這個是 去年在做的事情 不過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上一個月 讓你覺得最快樂的事情 不用講出來 你自己想一下就好 那時候是十一月的時候 十二月的時候 問這個事情 所以是十一月 那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不知道 多少人看懂這個東西 啊 好不好 只是那個 這個 我那時候在當替代役嘛 又很無聊 所以才開始搞這一坨拉鍋的東西 那十一月讓我最快的事情 就是我終於 脫離替代役這個狀況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我就說這個 那時候也整理出一系列 大家出出來的東西 那這一大坨的東西 其實 搞到後來 只有 三個 是跟物體有關係 對 然後我想說 欸奇怪 那為什麼 大家回想到的快樂 都是 事件 而不是物件 那就讓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我們每次送禮物的時候 是不是都還是都想送東西 而不是送 一個 體驗 或是一個 事件 對 那也因為有這個想法 我想說 既然那時候還要當替代役 還是很閒 那不然 繼續 繼續試 看這個點子有沒有一些 不同的突破 所以就參加了 社氣楼舉辦的一個 叫iLab Tritus活動 那我是其中一位實驗家 對 那 社氣楼在下個禮拜 也會開辦他們的 第三次的年會 那我在這邊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 你有興趣多聽這個點子 或是想要幫忙的話 我這邊也在真偽志工 這樣子 對對對 那 歡迎大家來跟我聊聊 那我在這邊 也有一個問卷 想要就是到時候會放在那個 我們的點主教堂上面 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要藉這個機會 利用問卷的方式 多了解大家 對送禮物的一些 新聞還有一些想像 基於 試探這個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 社會企業的可能性 對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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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